辱阳王为了削弱中原武林的势力 听从混元霹雳守成坤的建议 放出辱阳王府进献屠龙刀的消息 让武林各大门派自相残杀 果然成坤的计谋非常奏效 排沙派和聚精帮等帮派 得知屠龙刀的消息 立刻召集人马袭击了王府的送刀队伍 展开了一场大混战 在汝阳王的故意安排下 送刀队伍的力量并不强大 很快便被武林人士屠戮殆尽 两名巨精帮的帮众扔出铁钩 目标直指放置屠龙刀的马车 谁曾想马车内突然传来一股巨力 反而将两名巨精帮的帮众拉了过去 两名巨精帮帮众当场动成冰块 四分五裂碎成了扎扎灰 马车解体烟雾散去 两名爵士高手露出了深夜 他们正是赫赫有名的玄冥二老 顶尖高手玄冥二老名不虚传 玄冥神掌一掌一个小喽啰 这是一架巨大的纸风筝出现 上面的两人乃是天鹰教的高手 白眉鹰王的儿女鹰野王和鹰素素 鹰素素制出铁钩勾住屠龙刀 直接将屠龙刀拉了上去 一个海沙派弟子见识不妙 用力扔出长刀割断了绳索 鹰野王为了夺取屠龙刀 放开风筝从天而降 顺势抢夺了一匹好马 带着屠龙刀逃窜了起来 眼见身后的武林人士紧追不舍 鹰野王运起魅力抛出屠龙刀 将屠龙刀送到了鹰素素手中 鹰素素得到屠龙刀后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遭遇了强烈的龙卷风 无论是风筝上的鹰素素 还是草原上的武林人士 全都被卷入了龙卷风中 但检查时间后 鹰素素好不容易脱窥而出 却遭到了海沙派弟子的偷袭 中了他们撒出的毒盐 幸好武当派的张翠山和余代言赶到 作为准一流高手的两人 轻松击败了海沙派弟子 带走了晕倒过去的鹰素素和屠龙刀 张翠山负责照顾鹰素素 余代言则是查探屠龙刀的真伪 而张翠山不愧是辽媚大师 见鹰素素伤众无法喂药 竟然找来一根主管 然后自己先喝了一口药 通过主管喂给鹰素素 上演了一场大师级操作 门外的余代言实验起了屠龙刀 张翠山听到动静连忙前去查看 三哥 五弟 屠龙刀 真是屠龙刀啊 余代言确定是真的屠龙刀 担心会在武林掀起腥风血雨 决定把屠龙刀带回武当 交给师父张三丰处置 张翠山担心鹰素素的伤势 要留下来替鹰素素疗伤 可等张翠山送别余代言 回到破屋却没有了鹰素素的踪影 这让张翠山颇有些不解 夜晚降临 余代言来到一个渡口坐船 船家赫然是鹰素素假扮 他为了夺回屠龙刀 对余代言发起了袭击 余代言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众为鹰素素的文虚针 哀嚎一声后落入了河中 鹰素素本想一走了之 又想起了张翠山无微不至的照顾 不能放任余代言不管 四日清晨 鹰素素打扮成男子模样 带着余代言来到龙门标局 找到了龙门标局总标头都大姐 要他把余代言以最快的速度送去武当 这套标交给你 我有三个条件 第一 这套标必须由你总标头亲自押送 第二 紫林安府送到襄阳府武当山 十天内送到交给武当派 第三 若有半分差池 别说你总标头性命不报 管教你龙门标局满门鸡犬不留